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8月30日,猜不到啊,之前呢,就说他东风压倒西风,啊,射东风飞弹出去啊,那你自己就说射了两个,啊,人家说射了四个,那分析那个原因的时候呢,就是主要是, 这个美国的偵察能力啊,啊,果然与别不同啊,非常之厉害,爆了你原本呢,是射四个出来的,那跟着呢,我见到啊,山西那里,林坟那里,那就有塔屋啦,好像塔酒店来的旅馆啊,那跟着呢,就十几二十人消失了,那我以为啊,就是你没理由的啊,啊,原本好地地一间酒店,没理由这么脆弱的啊,那就二十九个人,无端端,就是吃着饭啊,各样的而已啊,可能看着那些, 球赛的而已啊,无妄之灾啊,那我以为啊,以为的而已,那时间都不match,那我以为就是不知道,粒东风飞弹那些残骸啊各样,就是可能挂了在树顶,跟着堆下去的时候,磅了一声啊,那就倒了,怎么知道原来就不是,就是还要惨就惨在呢,原来啊,哇,就是,过得初一个不到十五, 那天在做着什么的,那天摆着寿宴的,就是我不知道六十大寿,七十大寿啦,今次就是不方不寿宴啦,啊,寿星宫吊警言命场啊,那但是也好,啊,为什么好啊,今次呢,你看到啊,倒塌完之后是有人救门的啊,我以为有得那些人的啊,就是之前那些屋浸了啊,各样都没人说啦,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假新闻啊,是吧, 那但是呢,原来是因为啊,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就决定进行查版,督板,目的呢,就是为了警示全国举一反三推动全面排查这些违建的房屋风险啊,坚决防止这些这么严重的大事故再发生的,那就是说什么呀,你又在那里起那些豆腐渣工程各样啦,啊,那就害人害物啦,于是乎呢,就是以前是因为他不执你,啊,所以你才起的而已,那现在突然之间啊,那些 就是叫什么呀,突然认真啊,就是叫你认真点起楼啊,那就麻烦啦,有些什么麻烦啦,迟下不知道会不会查你的,不知道什么违规违见各样啦,那又作你一筆啦,那无怪乎要救那二十几个人啦,啊,不是救那二十几个人,那二十几个人已经骑壳西龟的啦,他一起挖出五十七个物件,应该这么说,那五十七个物体里面呢,二十九人就已经骑壳西龟的啦,其中呢,七人就可能即将骑壳西龟,因为已经重伤的啦, 还有二十一个人呢,啊,好彩啦,就是都叫做轻伤啦,那我想啊,因为那间饭店来说呢,就有两层的,好像那些组合屋那样的啊,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,没猜错啊,那二十一个人呢,应该是比较靠近厕所那些位置,因为我看过洛杉矶大地震那些影片呢,好像说厕所附近是特别强硬的嘛,那些房屋的建设,那说回,就是,我以为就是,一颗东风飞弹,就射了到那些民居里啦,谁知道就不是,不是三个物件, 新西耶,是港西,诸葛爷显灵啊,诸葛爷是哪个,当然是孔明啦,孔明借东风啦,加拿就是借了那些东风飞弹啦,那不知道啦,就是因为那些东风飞弹啊,打到那么远的时候呢,那些弹道飞弹嘛,之前说过什么叫弹道飞弹啦,你是要射到很高,跟着等他呢,堆下来的时候,很快急速地坠落,然后才可以打中那些寒武各样,让人家防不胜防的嘛,但是其实人家可以放些干扰弹各样,你可能在半空中 就已经被人拦截了的啦,那都是那些中国的网民传送出来的哦,有传啦,就不知道,这些是不是军事机密啦,因为其中两颗弹啊,在哪里啊,在港西那边呢,那个树林啊,竹林啊,那就跌了下去,哇,你见不见到啊,都挺大粒的哦,差不多整个人那么高哦,那当然啦,要打整只船,怎么不整个人那么高呢,就是大概啊,你四个子弟兵,围在一圈,啊,躺下去的时候呢,那就刚好是一颗这样的弹啦,那这样东西啊,当然是破了人家的那些东西啊, 什么台湾啊,南韩啊,那些导弹拦截系统啦,为什么啊,就是人家以为啊,你要射去个目的地,就是那个三角形那个尖端位的嘛,哦,怎么知道,砰一声,哦,你射自己人的哦,那这些就是七双拳咯,先双己后双敌,哇,那就大糟哦,就是你要知道哦,啊,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吃花生的嘛,想着,哎,你那些,让前线先上的,就是想着,农村户无关事嘛,你就找那些,上海啊,找那些福建啊,啊,还有领导啦, 让领导先上的嘛,啊,之前就说让领导先走的,就是说火灾现场的嘛,等那些领导先走了,那有个老师是这样做的嘛,那结果全校就变了人欲存销啦,哎,惨啊,还要那些渗问仔来的,你不就是恢复回咒王当日的炮落之影?那还有呢,要更正了啊,原来呢,是有靶纳的哦,都叫做击中了啊,就不是无的放弃的,这点更正了,他说是有靶纳的,但是我觉得留言里面来说呢,就是那些留言网民那些留言啊, 比较上最有创意的一个留言就是这个,他说什么啊,啊,这个是有一个党性的导弹啊,啊,坚持内循环的思想是不能动摇的,果然啊,连导弹都可以内循环的啊,就是东风飞弹是不是发现了一架陆上寒母啊,说什么,铁索连州啊嘛,啊,想当日铁索连州将那些蓝只啊,连在一起,就如你平地啊,加上去真是当人家那只寒母,懂得上岸的哦,啊,那么打了内地啊,那就大事啦,你龙民一直都是吃花生的,想着,哎,现在不是哦, 哦,随时啊,美国佬在那儿cheat check的转的时候呢,啊,他军演多几十次,射多几个东风飞弹的话呢,你射一下射一下,啊,继续军演的时候,用什么而亡国的啊,你也是啊,你无故事在那儿射东风飞弹各样,你下次可能玩串一点的哦,既然瞄准得,你知道啦,因为那帮人好像是都破天荒那样去量出自己的秘密武器,那么你仍然是没骑在过这个核弹头试射的嘛,那么如果你真的骑在核弹头试射,有得一半成功几率的话呢,你都好是呀哦, 你看到啦,那个这样的位置啊,距离的靶舶呢,很近而已,军半度可击嘛,导弹半度就被击落,同时间,他都是在轨迹上面的哦,你见不见到啊,到底是较不准的角度啊,还是发射时候失误,导弹不够力,那么就下回来呢,那么如果下次骑在这个核弹头,你看到啦,南宁和这个贵阳中间哦,大佬,到时就真的可以怎么样啊,止暴制联啦,以及呢,防止这个武汉肺炎啊,为什么啊,哇,一个核弹头堆下去, 啊,你玩骑在核弹头试射嘛,那么到时啊,你那个位置全部有辐射,那么什么群都杀了啦,也都不会再有叛乱,死了嘛,那些人,那么就很害怕了,为什么啊,以前抗日时期啊,你都还叫做有得避,就是有些人呢,很多了,那就不断向四川那边,啊,那就人家打极啊,都最多去长沙会战那头的嘛,就是顶住顶住,啊,去到长沙,那么就停下了啦,现在你射射射下的时候呢,射到去南陵哦,射到去桂阳哦,避无可避, 你日本仔杀到来啊,你都还说可以走得掉啦,你今时今日走不掉的哦,随时你吃吃下饭,还要你知道啦,就是人民子弟兵那些,经常说什么的啊,公其不避啊,那结果啊,公其不避,就是他不通知你的了哦,不过通知了和不通知都没什么分别,核弹这些东西你走不掉的,那人家见你这么喜欢炸自己,我想都不会拦截你的,拦截了你就炸不到自己了,整件事其实很大事的,你的参数被人拿了的时候呢,还要知道你其实啊,你算了多少个 所以最后来说呢,你除了核潜艇的威胁之外,就没有任何威胁的啦,因为如果你真是用东风飞弹去射的话呢,基本上你是等同射自己的,那当然啦,你成功那些呢,人家就必定会击落的,至于你不成功那些呢,人家也不会击落的,击落了的话,最荒迷小弱武器咯,就是免得浪费弹弱咯,那所以啊,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,下次是必然会在浙江省那里发射的,为什么啊,你看一下地图咯,你下次还在青海省啊,那里发射的, 那里发射的时候呢,那你只是射自己的嘛,你浙江省不是咯,最多就是射到海,射到海好些,这些就真的射到海都不适合你啦,为什么啊,因为如果不射到海,就真的射自己的啦,若然再射自己的话,恐怕就没得再射自己的啦,哼,就是因为已经射爆了嘛,这些地方,这样东西来说呢,那当然不回应你的啦,啊,美国真是好鬼衰的,为什么你就是要爆响口,啊,有四粒呢,这次一定有人人头落地的,为什么人头落地啊,你不知道好地地而已啊,就是你看人物 啊,你看《环球时报》啊,啊,那这样的时候啊,都不会太生气啊,不得住这件事啊,那现在你在这里说人家试射失败,你叫人家颜面何存啊,是不是啊,肯定要人祭旗,就是等于之前呢,有架航母在这里山寿啊嘛,啊,身为航母竟然会山寿,所以他就捉了那个负责人啊,还有都挺有威信的啊,那个人,那个是第三手的航母啊,大面积山寿,你只是说游游而已啊,游一次啊,已经要成千万的了,就等于你东风导弹,但是东风导弹都叫打了 出去啊,打了出去就几千万至亿几粒,然后啊,你的航母说游游而已啊,游一次就要千几万了,就是因为你要防止他山寿,你要游一些涂层上去的嘛,尤其是这个大制作来的啊,辽宁号你就说,乌克兰那边引过来而已,就是想着仿造的嘛,那你仿造完这些,当然啊,想着假货给真货好的啦,但是结果第一次,啊,整架这样的东西出来呢,你就大规模这样山寿了,你要知道啊,那些铁山完寿之后呢,就很脆的而已啊,那你的甲板啊,捱不到 他捱了多少粒飞蛋的而已啊,以上次来说呢,他都捱了一个负责人啦,情节就好像这个电影啊,三枪引擎那样的啊,讲印度的啊,不过,印度那套电影讲什么的啊,就是说印度的海军宗教,老斯特,在那儿检查一艘航母的时候呢,发现仓体啊,就出现这个漏油的情况,设备也非常之老迈,叫开甲板的时候,里面全部都是山寿的,哼,就是这架不是一架航母啦,这架是一架祖母啊,就是想不到啊,自己的 马达Country,印度啊,是要买一架这样的废铁,就是情况啊,就很累近啊,接着呢,他又收到一些军方高层啊,就叫他不要写报告各样,不要上报,然后又有些贵款,那金获东风这件事又是啦,那其实原本呢,为什么爆两粒出来啊,你射四粒你就射四粒咯,就不是没有不没有面子的问题,而是会人头落地的啊,所以今次呢,哇,美国真是杀人兇手啊,哎呀,今次真的啊,还想着可以门天过海, 哎呀,随便呢,哄行了,说两粒就算了嘛,加下,哇,真是,你说了,习主席会不会找他算账,想着赵之则来来之能战,战之能胜的嘛,那结果啊,啊,不过,你可以解释一下的,你就,讲回这个 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,金毛诗王借信啊,原来呢,解放军里面呢,有一大堆的空洞派的高手,啊,他们练了七双拳,先双几后双敌,最后啊,一定是连这个空见禅师都可以打瓜的,所以呢,主席是不需要大路的啊,啊,我们有办法搞定这些美国子老虎的了,那又,讲回之前啦,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,突击香港啊,不是有几架直升机飞过来的啊,那跟着呢,他们都变了再出发大联盟的嘛,那那时一直以为,因为你直升机来说呢, 出事率都很高的,台湾都有直升机出事啦,那但是啊,似乎今次来说呢,就不是个别事件啊,有机会呢,他再突击多几次的时候呢,整对师整对女儿就不见了了啊,这些人当然是要好好表扬啦,你想一下,因为突击啊,然后以身殉国,是不是很应该歌颂一番啊,啊,给了那些花圈啊,英雄啊,好像印度那些那样去脸撞他们啊,但是因为演习而殉国啊,就更加是英雄人物啦,第一,他们是和平啊,都没有开战,自己已经 死了啦,第二,就当然可以振奋士气啦,你想一下,即使是以身殉国啊,都还有大量的解放军子弟兵继续演习,这种这样的豪情壮志啊,是不是为人所景仰呢,你又知道解放军的子弟兵们呢,是多么精忠报国啊,如果你和岳飞说,这只马他骑过去打敌人的时候呢,这只马是会马失前提,而他都继续骑上去,冲锋陷阵啊,这些才真正是精忠报国啊嘛,如果你明知这只马OK的,你走去冲锋陷阵,有多么奇呢, 是不是啊,这些事件不是个别事件来的,就是好像印度那时候而已嘛,两军对壘的时候啊,相传啊,理论上你那些装甲车啊,东风汽车集团整那些啊,又是东风啊,我不明白借东风啊,借下借下,十万支箭都不见了啊,原本想着那些装甲车可以抵挡住那些冲击的嘛,怎么知道整架车扁鬼了啊,里面那些又变成人肉齿饼啦,我都很怀疑的,一直都说呢,那里是没有发生到热战的嘛,就是说什么狼牙棒各样,但是装甲车, 那你用什么是可以击穿的装甲车呢?所以目前来说,我仍然呢,都很怀疑当日是不是发生了热战,但是两军呢,就互相掩住不讲出来的意思而已,狼牙棒都可能是的,但是偷襲完之后啊,跟着发生过什么事呢?这个就不得而知了,如果是刻意要掩住这些消息的话,没有人会知道的嘛,是不是?但是你会见到,无论海军啦,陆军啦,或者空军都好啊,海陆军三路啊,不是,海陆空三路,海陆空三路啊,似乎呢,都是空洞派的传人来的啊, 战伤己,后伤敌,不伤敌,也伤己的啊,好,今天讲到这里